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卫名律师事务所,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怎样解读美国移民局公布的申请批准时间和批准率 那么我们在这里讲到的批准时间呢,是说从提交到批准 移民局说processing time处理时间要多长时间,多久 你查询移民局的网站搜索,可以看到有的时候它分得很细 是哪一个center,哪一种类别的申请,可以看到 那么怎么理解这个处理时间processing time呢 比如说我提交一个NIW140申请,移民局网站上说要一年半 那一看好久啊,这么长时间 或者说我提交一个转身份的申请,移民局说四个月 那已经四个月了,我的申请为什么还没批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我们给大家说明一下 移民局公布的所谓processing time既不是处理时间的上限 也不是处理时间的下限 比如说移民局说处理时间一年,不是说到了一年就一定会批准 也不是说你要等一年才有可能申请能够批准 移民局的意思是说,你的申请提交以后,等到了这个时间 会有80%的申请已经得到了处理 是这样的,从统计上说,要这样来解读 不是说到了这个时间以上才能批,没到这个时间就不能批 也不是说我的申请到了这个时间就一定会批 那这个有这样的这个相对来说,既不是上限也不是下限 公布这个处理时间还有什么意义呢 这个讽刺的动画片叫The Simpsons 说的呢,这个法律不是在那里来保护你的 法律是用来限制你的 那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跟移民局说,哎呀我这个申请提交了好久了,现在还没批 那些要加快处理,或者我们要告到法庭,要通过Reit Mandamus催办令来处理 那么你尽快给我来处理,那么移民局会跟你说 你看我们这个processing time现在还没有到 我说的是要一年半或者更久 那你现在这个申请才等了一年零三个月,所以还不行 那像这样呢,他就可以回绝这个人的要求 有的时候是非正式的要求 比如个人打电话,或者在网上要求移民局加快处理 移民局的工作人员一查 说你看公布的处理时间还没有到 或者虽然刚到了,但是没有超过很久 所以现在不能给你加快 所以有的时候会这样 那这个呢,反正也是移民局可能公布的原因之一吧 供大家来参考,让大家耐心等待 那我们有的客户呢,看到了这个processing time受到误导 觉得啊,我申请提交以后要等这么久才能得到处理 就失去信息,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 那刚才给大家解释了 那这个批准率也是一样的 有的人看,说移民局公布的批准率要90%甚至更高 好高啊,那我这个申请是不是随便搞一搞就可以批准了 一样不是这么回事 你要看到这个批准率是怎么算出来的 笑话啊,就原来听说的 人家说呢,国父孙中山先生 在香港读这个一个医科学校 以第二名的好成绩毕业 后来那有人揭发,说那一个班上一共只有两个学生 所以你这个数字你不能光看本身是怎样的 是吧,你还要看具体的内容 这个回到移民局的批准率啊 这个情况,很高的批准率是怎么得到的呢 是这样的,移民局说我们这一年里新收到了1000个申请 另外呢,我们这一年里批准了900个申请 所以算出来批准率就是90% 但是你批准的申请不一定是这一年里收到的 可能是去年前年收到的 今年新收到的申请也并不一定在这一年里批准 可能明年后年才批准或者没批 移民局一般都会公布 今年新增收到1000个申请 新审理完成了950个申请啊 等等像这样 然后呢,目前判定的还有一万个申请啊 有的时候公布的是这样的数字 是这一年里的出入啊 一定程度上可能类似公司的现金流 和公司是否盈利啊 有的时候没有直接关系 或者至少是两个概念 第二呢,好多申请有的时候呢 不能说被拒了 但是呢,也没有批准 具体是怎么样的呢 举例来说啊 曾经据我所知呢 有若干类别的申请 移民局没有批准 也没有拒 但是可能拖了好几年 申请人自己就放弃了 或者呢 移民局发了一个要求补充材料的通知 那补充了以后呢 移民局过了一年 又发了另一个要补充材料的通知 有的时候申请人自己就撤回了 那你撤回了 这个就不算是移民局拒绝了申请 对,像前面讲到 有的时候呢 也有一些人算这个批准率 他是这样算的 说啊,你看有900个申请批准了 还有一百个被拒了 所以批准率是90% 对不对呢 那不一定 因为除了900个批准 100个被拒 可能还有啊 好几百个撤回的 或者还在长期等待审理 所以呢 呃,那这个事情嘛 当然真实的世界 有的时候对吧 那比这个动画PR等等 要复杂一些啊 不是这么简单 非黑即白的啊 所以在这里呢 给大家解释一下 要怎样来解读移民局公布的处理时间和批准率 系统比较复杂 一定程度上可以是坏处 也可以是好的地方啊 那比如说美国国会啊 左派右派民主党共和党 很多不同的意见 但是一个共识都是说 哎呀 现在的移民制度系统不够好 要改革 这是他们的共识 但是怎么改 哎没有共识 职业移民 理论上说啊 我给这一个雇主 给这一个人办职业移民呢 他的目的是说 因为招不到合适的美国人啊 来工作 所以呢 需要引入外国的工人啊 那么但是呢 现在有的时候 比如说印度人排期要排100年 那100年以后啊 等到这个人来入职 来工作 对吧 那这个并不现实 但是按照移民系统啊 原则上是这样的 所以呢 这个仍然可以进行下去 那么要排期100年有什么意义呢 有意义 哎呀 那实际上呢 很多人比如说那应对的办法 他到美国以后呢 他生一个孩子 孩子到21岁以后就可以给父母办绿卡 不用排期 所以呢 那这有一个上限 不见得真的要等100年 也许从他开始办绿卡以后 等十几年 当然也应该很久 但不是说遥遥无期 那在这期间 我办职业移民有什么意义呢 有意义 那比如说 印度人经过努力争取啊 那虽然没有达到彻底的改革 但是呢 有若干个这样那样的补丁 比如说 我申请的第一步 140批准了 我H1B就不止拿6年 可以一直拿下去 一直到拿到绿卡为止 配偶也可以用H4EAD来工作 马照跑 舞照跳 最近还通过的呢 就像有这个140批准呢 哪怕排期没有到 也可以申请EAD 但是有什么catch呢 你如果这样办了EAD呢 到时候过后要回本国 去办移民签证 不能在美国办485 对于很多印度人来说 这一点并不难 对于中国人呢 就困难一些 有众所周知的原因 如果你不理解 或者有其他的问题 到时候可以再发信联系我们 好的 那我们在这里呢 讲到的这个视频 是说怎样来理解 移民局公布的一些数字 有的时候呢 事情比看起来 其实要更复杂一些 你也可以更好的利用系统 达到个人的目标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